所以在田连元先生17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带着他到天津杨柳青说书 杨柳青是天津当时有名的曲艺之乡 就好比说北京的天桥这类的 各路高手 龙盘虎聚吧 来到这说书并不是主要目的 其实主要是想给他介绍一个人 就是杨柳青的著名武师 风云老汇第三代的掌门岳嘉林 你听这名号吧 这本事指定差不了 在这个父亲朋友的引荐之下呢 田先生就开始跟着这个岳师傅习武 按照老父亲的意思的 是不是你不用真学成什么武林高手 那不用 学出一些皮毛 一些架势 能用得上就行 但是田先生学得非常刻苦 因为他知道学武啊 这种事就是男时不会 会 会更难 恰似登高又攀岩 寻常只须绕山转 临顶却要汗洒干 所以说他习武 那是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田先生练得认真 这岳师傅呢 那肯定喜欢 教得也认真 恨不得把自己这点看家本事都交给他 就这么着 田先生见识了十八般兵器的真家伙了 也学会了耍花香啊 越加拳呢 甚至学会护手钩的用法 这都会 也正是因为这段难得的经历 为他以后说书 能够保持一个形体的协调 和解说说这种武艺的时候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孟良跟交在一边上 先把这帘子抓住 一刀 把这门帘子嘎下来 把我盘归一张 啪 密脚 把门踹 这门呱啦往两边一闪 孟良交在两边进了个刀一钉 别瞧 谢真我马上的酒劲就下没了一半 一瞧见了这二位 好像火柳的金刚烟熏的太罪 每人每手里边敌了一把 明慌慌冷僧僧的钢刀 你 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 告诉你 边关将孟良 他是边关将交赞 严于谢真听见着 不过话要说回来 对于普通人来讲啊 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可是对于评书人来说 那就是做得好不如说得好 说白了吧 都得占 两样都有才好 田先生能被评为 立体评书第一人 那是光靠功夫漂亮 肯定是不够的 还必须书得说得好 书能拿住人 所以田先生的另一个秘籍 就是给观众超强的代入感 让大家伙觉得有趣还够味儿